春节一过呀 咱们就开始 有些菜就可以播种了 今天呢 咱们播的种子呢 有13种菜 今天呢 咱们播的第一个种子是 芦笋 我们呢昨天在家大宝呢 又买了一根 这个根呢 太干了不知道能不能活 买这个根 不知道能不能活我今天要给它 塞上 看一看能不能活 这个呢 芦笋呢是种子 芦笋的 最早的种子啊 芦笋 是在中国的 山东的那一片 这个 种子呀 它这个壳吧比较硬 先呢 搁水里头泡 泡一天 完了呢 搓一搓 它那个上面呢有一些个绒毛 它就搓一搓 把它那个绒毛搓开了以后 完了呢 这个纸啊 搁在这个碗里头 用温水 给它浸泡 然后把种子呢 撒到上面 这个呢就放在这上面就行 把这个纸啊再盖上 这个盖上 这个盖上以后呢 你用那个保鲜膜 给它盖上也行 搁个盖子盖上也行 去那个 灯子发芽 每天呢都要看一看 都要用水 冲一下 完了你再搁上纸 再盖上 再盖上 发着 一定要看着 它要发芽了 出白尖了 你就可以 移栽到土里了 我们现在就 摘这个 带根子 根子这个 现在咱们整土 先把这个啊 这个纸片啊 给它撕了 割作为底 作为肥 这个 纸壳 就是咱们吃鸡蛋 买的鸡蛋 壳 这个可以二次利用的肥 筒一定要高一点 它那个 它的根系 扎到底去 你要太矮的筒呢 它根系就扎不下去 这样子长势就不好 你要假设有地的话 你也可以种到外面的地里头 地的那个 要求的那个 是 深度 它需要三层肥 咱们现在呢 就做好了一层 咱们这个土啊 一定要是非常松软的 你要不松软的呢 你就搁点沙子 一定要让它松软 沙子是又松软又透气的 咱们现在加点那新的土 这个老土啊 没有那么大的贵劲 就给它压碎了 一定要压碎了 为什么要搁到塑料袋里边呢 它就不忘了跑了 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咱们就给它撒进去 这个是第三层肥 是香蕉皮 你要有那个鸡粪呢 马粪呢 牛粪呢 最好了 它那个更有劲儿 我这个都是自己攒的那个厨余 都是自己做菜啊 剩的各种皮啊 香蕉皮啊 苹果皮啊 还有土豆皮啊 剩的那个菜叶啊 就可以做点肥 那咱们就预足了 咱们现在就把这个根呢 给它栽进去 把根呢 放在营养土的上边 咱再把新家的那个肥料土啊 再上去 非常吃那个营养 一定要把这个土放煮了 这个竹笋呢 你要种活了以后 它能活到15年到20年 你这个期间都可以吃到那个竹笋 这个芦笋呢 就这样好 它呢 头一年呢 像咱们种那个种子 头一年呢 就是你吃不上这个竹笋 从前呢 你就可以吃上竹笋了 一年皮一年多 这是20号 额的种 今天是23号 它呢 就长这么大了 这是油菜苗 这几颗呢 是小萝卜苗 今代的播种呢 是鱼翼 甘蓝 钩粥啊 的名鹅们呢 最喜欢吃它们 它的营养价值高 它呢 能迅速对减肥 还不缺营养 把这个土啊 先整个钩 把这个钩里头 胃口不好的 它就别吃 胃猫的 它消化不好 很结实的 甲状馅的 就不要吃了 蘑菇鹰子 跟它是一样的功效 这个呢 就薄薄的盖成一层包土 现在撒总啊 瑞士甜菜 它呢 跟咱们那个 中国那个菠菜啊 差不多 但是它那个根啊 是红颜色 在美国超市啊 这个 瑞士甜菜 卖的很多 它呢 是降血压 能护肝 这个种方法 是跟那个 刚才那个菜 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多种这个 蜗菊啊 在4500年前呢 在低中海 地区啊 就有种这个 蜗菊了 胃不好的 你可以多吃它 它可以补血的 白内障的 弱势的 你不要吃 让你的病情呢 甲状了 喷这个水 变成绿状的 不要撒水 往上撒 就把整个种子 就 就 浇出来了 最后一步啊 咱们 把塑料袋掏上 给它封好 系好了 搁在 室内的阳光地儿 在室内啊 有阳光的地儿 每天呢 都看一眼